南投分局今天上午办理108年岁末感恩祝福活动 邀请书法家到场辉豪宋春莲外 也安排乐器表演 县议员张维华 赖燕雪 曾振妍都到场致议 分局长潘金叶表示 去年南投分局绩效首屈一指 这要归功于大家的努力 我们南投分局是一个有战斗有能力的团队 在去年我们的各项的治安交通以及业务的推动 都有第一名 我们应该是说有这个殊荣 获得各警长官的认同 这是大家同仁很劳 有感于远警 中年奔波劳苦 县议员张维华特地制赠一批饼干及饮料 提供远警们出勤之所需补给用品 在我们警察局的同仁的这个努力之下 南投县是这个非常非常高的效率 而且自然非常好 所以我们慰劳警察同仁 一些饼干 还有一些茶饮料 让他们带出去外面可以随时随时补充水分 县议员曾振妍 感谢所有远警弟兄们的努力 维护社会治安 保护民众安全 我们这个警察先生平常也很辛苦 我们就要在这方面也是要靠我们这个 警察先生来跟我们 跟我们维持的这个交通和安全 我真好要说 我们的警察先生 不可以说 我们上星期一个消防警察 在我们的抵护部抵护当中 喝酒 这样就不错 县议员赖燕雪则关心所有的远警兄弟们 在认真执勤的同时 务必要注意身体健康 感谢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 在去年度的我们的大选呢 尽力的维护我们的治安 同时呢尽心尽力 达到尽善尽美 我想这辛苦的付出 大家有目共睹 尤其是接下来的工作 是我们的村安工作 可以说是非常的忙碌 没有时间休息 所以燕雪特别借这个机会 也要拜托我们的警察同仁 除了我们平治安 交安 跟我们的这个社区的一个安全维护之外呢 也要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 活动中月身悠扬 也有书法的墨香味 而且由潘金叶副局长 在台上亲自表演吹销 展现才艺娱乐来宾 使得这场感恩祝福活动 瘟疫气息洋溢 也显得更加温馨与热闹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